网友留言问我 小胡子 奇瑞艾瑞之八能不能买 质量怎么样 发动机变速箱能用住吗 和大众宝莱相比 谁更优秀 我们国人买车啊 就看面子 他宁可买比艾瑞之八差的 宝莱 卡罗拉和薰衣 他也不买更好的艾瑞之八 艾瑞之八为啥叫好不叫住呢 而且都知道他很优秀 却不买呢 就是因为他是国产车 而且挂个奇瑞标 说到底就是面子 我告诉你啊 一个大众宝莱什么的 能给你什么面子 十多万的车子 就是一个普通的代步工具而已 给你的什么面子呢 而且还有甚至还有很多傻人会说 听着在网上说 奇瑞奇瑞修车排队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艾瑞之八带的1.6T和20T 乌轮扎发动机 就一个1.6T版本 197的马力 2.9T的一个扭矩 就已经能够横扫整个车界 同价位车型了 14万的2.0T版本 254的马力 390的扭矩 更是内卷王了 你要知道 一台奥迪A6R45高功率版本 才245的马力 370的扭矩啊 并且无论是1.6T还是20T 他只需要加92号球就可以 你宝莱 你1.2T 1.4T 1.5T 你不得加个95号球啊 并且发动机 都能用途都稳定 而且自保保安公里 它的这个动物种程 适合瑞虎8系列 像Pro啊 Plus啊 他们的发动机 都是一样动物种程 在瑞虎8系列上 已经验证过了 你绝对不用担心 发动机 病毒箱的自然问题 并且 后面还是四轮杆 独立群架 你保来朗逸学历 哪个能跟你独立群架呀 那不都是扭了两个 非独立群架吗 好 多了不说 少了不落 你还是把你的保来去吧 知道吗 有什么想说的 想补充的 还是留给评论区的网友朋友们 拜拜 再见